欢迎收看管件新闻 我们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民雄大学路有关于 整建跟芒果苏移植的这些问题 在礼拜五的时候嘉义县政府建设处 也到丰收村来跟大家举办说明会 会中提出了两案并程 一个就是维持原案 另外一个是依照互数联盟所提出来的 只要去修改部分的路段 就可以保障下来芒果苏不被移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会中其实很多的村民非常热烈的讨论 大概来了一百多位的关心这件事情的民众 在里头大家畅所欲言 虽然大家对于芒果苏的保留 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共识 可是在食物上面怎么去修建道路 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所谓的论辩 不过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彩刑的互数联盟所提出来的 这个有关于芒果树的这个保存的双银 跟道路安全的这个双银的方案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一开始县政府并不是愿意跟大家进行沟通 可是慢慢的在民众的压力 在这个媒体的报道 在这个所谓的不断的去拜访跟沟通的过程当中 先政府也这个态度也开始做了一些转变 愿意提出双银的方案 让大家来讨论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的过程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地方政府因为他的预算的关系 因为他的前瞻计划的关系 他必须要快速的施工 那对他来讲 这其实可能是每一天的非常多的工程的一小部分 可是对村民来讲 他却是一件大事 但是没有经过跟村民沟通的过程 这样子直接的去做这个工作 去做这种所谓施工 恐怕是一个非常粗暴 并且不符合民主精神的一些做法 那还好我们看到这个县政府愿意去 表达自己在这部分的疏失 同时也愈去正面的回应 这个村民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坦白说对我来讲 这个道路怎么施作是一回事 可是那个过程 民主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这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礼拜有关大学路芒果树的 这个后续的发展 我们之后也会跟大家持续来关心 这个事情到底是会怎么做 怎么进行 是不是按照县府在现场的承诺进行 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持续的追踪跟关心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有关于 这个花莲的这个记者 集体去承包县政府的这个采购案 来协助搜据与情的这个所谓的相关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花莲在地记者几乎多数都被牵涉 立委段一康上午在立法院 拿出今年与去年花莲县政府的媒体采购案名单 质疑前县长傅昆奇以标案名义包养媒体 实际到政府电子采购网查看 确实今年十月中旬有二十五件县政宣导影片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采购案 劳屋类的标案还著名是哪位记者得标 每笔标案十四到二十八万元不等 交六个影片或者十八个影片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标案 就可以拿到十几万到二十几万 那个时候的县政府的副秘书长谢公炳先生 也私底下找记者 所以要请他当县长的民间友人 作为他的测意 被点名的县府前秘书长谢公炳被质疑 找记者来当面开价一个月五万元做舆情搜集 对此谢公炳下午电话不接 无法取得回应 而这项争议采购案是由花莲县代理县长蔡毕重上任后 主动公布 副秘书长李迅宁表示 二零一七二零一八的标案早就结案 依法应该在结案三十天内上网公告 却没有上网 他还质疑这个现象匪夷所思 学者认为媒体与政府存在监督对立关系 如此一来可能让媒体监督失去力道 消息曝光后被点名的记者传出部分已经主动请辞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也发出声明 这种行为无疑重创同业的努力 再次令台湾社会失望 涉案媒体应该向社会说明案情 以及所雇用记者的专业操守标准 用实际作为回应社会对于第四权的检验 记者综合报道 这样一个报道其实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媒体当中 其实说实在的是有点普遍 只不过那个普遍的方式不是像花莲 比较不会出现像花莲 这种直接去用个人的名义去承包 它常常会有一些公关公司 或者是地方的媒体 那或者是地方的这种所谓的专业组织去承包了这些所谓的案子 然后这个案子之后再来转发给个别的记者 或是记者本身也成立了这样的类似的一种工作室 其实类似的状况其实是很多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作为 其实说实在的 不仅是收买 它其实也是一个出卖灵魂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看 台湾的地方记者的整个的工作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好 例如说他们薪资恐怕比台北还要低 但是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范围 例如说嘉义县以这个云林县来讲 他们其实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一个媒体在这个地方派坐的记者 大概是两到三名 甚至电视台大概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单机作业 所以你要想象一个人要跑整个屏东全部 一个人要跑这个所谓的花莲嘉义等等的一个县市 这个其实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们常常必须要透过团队的合作 或是要透过县政府的这个协助 所以常常会跟这个县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保持的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那他更糟的状况是说 很多的地方媒体的这个记者的这个所谓的长官 就是他的报社其实也会 有时候会要求这个地方的记者 除了这个采访新闻之外 他还必须要承包一定的业务量 那更何况在台湾这个置入性行销 虽然这个我们的采购法已经明定政府 不可以去做这个置入性行销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这种所谓的变形的做法 这种变形的做法其实也会让这个媒体 他去承包了或是他们会成立一个公关公司 然后他们去承包这个案件 最后回过头还是由记者来执行 所以其实慢慢的成为一种所谓的上行下效的这个文化 那同时地方政府也会想尽各种方法 去操控控制这个媒体 不管是过去威权时期的这种所谓的威胁 或者是现在的各式各样的利用的方式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单看 是地方记者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操守 或是轮理的问题 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媒体 特别是所谓的地方媒体 受到政治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个媒体的主管或是这个媒体公司的本身 能不能够自己先去杜绝 能不能够自己先去自我反省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另外一则新闻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有关于江一华到台大去演讲的这个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加油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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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电话又开电话 向着更棒的太阳会和我们相关委员 进行进一段江一华 暂在台大英港 过无报当中 控制核心 向上冲突一告现 让核心团团包围 江一华没在买到 他想要在欧阪上头下上 车里逃三个日子 结果去让核心在这里护掉 他只好常常站在江一华 在核心的保护之下 江一华已经不太能够前进 现状又无法退却 还有核心指着江一华说 撒冷凶手 甚至把团团 王江一华明头前进 控制核心不满离口 一数年太阳会合温 当时行进一段江一华 蔡主委哭客行动 受贵他保力 他的学生历程 却没有办法在早上三二次开庭的时候 来跟大家来跟那些受害者对话 我认为这就是在逃避 今天网球大摩 不贪北基基山里所的团团 已经核心上屏 丢民一片混乱 十六位车 代代政府在华东工作 要车会有江一华 到的学校分享 主题是政府这下方 可以改变世界 就有万一如人 经过要用行动体制 但主办单位政府在学校的 表示首先他不知道 怎样 刚刚的情况是我们讲说 开始到进行了半小时左右 然后就有同学闯进 有同学就进来了 然后就表达他们的诉求 我们对于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抱歉 这是对 就是真的抱歉 老婆的离开现场 江一华并没有表示 联合意见 控疫核心 输国的民宿 相信他控疫的原因 共同江一华 要不让社会大众 一个交代 但是有学校对这边的 控疫有不同的意见 在面前表示 如果这样 大家都期待 无论就好 对所有意见 没有不同的人 都做同样的行为 并且说 这些都没有 输入伦理的地方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在这个报道当中 我们看到 非常非常的激烈 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台大学生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什么太阳花 318 已经是导致台湾更糟的一种状况 318太阳花 是不是导致台湾更糟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 值得好好的去讨论的 一个议题 可是虽然台大的同学 用这样的方法去表达 有很多人是不太能够 接受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思考 为什么他们要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那这真的是一个 去阻碍别人去演讲吗 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也是试图 要跟这个前院长来进行沟通 那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318的这个事情 虽然 这个已经进入到法院的这个裁定 可是到底谁是下令 要去驱离的这个政府官员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有没有去检讨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违反比例原则 是不是有所谓的 在执行过程当中的瑕疵 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我们都看不到 有关单位更明确的这个证事 我自己觉得说 很大像包括媒体的报道 会有一些评论说 如果这个是某某院长 例如说赖清德 他当任这个行政院院长 然后遇到太阳化的时候 他会不会镇压 会不会所谓的驱离 那我想这个驱离恐怕是必要的 在某个角度来讲 你今天闯到了这个官署里面 那当然官署 他必须要做某种的自我保护 可是这个驱离的方式 到底OK 也许当下做了某种的决定 可是事后呢 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讨 好好的去提出 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报告 特别是如果当我们觉得 政府做这件事情 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去把这个问题 把这个所谓的原因找出来 把这个事件检讨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责任 应该要负的这样的一件的 一件事情 这也是民主社会必要的 一种责任政治的 这个所谓的做法 那在这个事情之后 中正大学的同学 也在这个学校里面的 学术自由碑 也举办了这个纪念的 这个应该讲说 一个悼念的这个仪式 因为觉得这个 圆满这个学术自由碑的成立 是跟太阳化运动是有关的 那刚好江仪华 也在中正大学任教 所以他们除了那个所谓的 觉得去悼念 或者是 觉得这学术自由碑 好像是废了 这样的一个仪式之外 他们其实也提出了 希望能够跟江前院长 江仪华老师 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性的对谈 那我想至少 这是理性的提出来 那就好好的来跟他谈 把很多的问题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负责任的正式人物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是亚太创意技术学院的最新的发展 看到这样的裁决 亚太师生真的 真的有燃起的意思 真的是很开心 大家欢迎前对亚太 从亚太创意技术行业 念试当事算论裁定 郑老师是很开心 因为好好当事会 在七个国家庭班之后 确实因为当事会 两所不久 我就讨论庭班结尾 苗六定一在月28号裁定 新算论学家 刚会代表 跟郑老师在六位 念试当事中做当事会 站在整个大环境 比较符合 师生利益 全民利益的角度 来一起努力 学校要 客户要正常 国家庚会这次 郑老师在以外 用发言申请 算认识当事 不过裁定书来说到 若是郑老师说 尊重 亚太祖祖 算认识当事临算 为何要立法 使法机关来改立 若是发言 没有实际来心虚 像用郑老师 提供的 无关正名单来算认 星期就轮罪 当事的请人 他那里议 亚公教教育报告 在书做欢迎 深究其他 特定的赞议人数 三人实在是不可措 所以我们也希望董事会 现在人数足够了 能够尽快的开会来讨论 到的无点声 无不合作 但最终的当事临算 是什么人都尊重 欢迎裁定 这阵 学校转面 停机交生 像春四月 食事班的学生 会做专公 预达 库台才的学校 就欠老师的薪水 和较少 发展方向 会到由 新年当事会来讨论 按照这阵的情报来看 天白是最后适合的路 记者综合报道 亚太的事情 大概也经过了 一两年的时间 不管是在 公库的网站上面 或者是 在这个 PN的网站 新闻上面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报道 那我们看到 走到的这个阶段 似乎有一点点 比较好的情况 就是 一位原来的 亚太的董事 只剩下三名 然后 他也不愿意去做 这个 这个所谓 比较好的这个改善 那高教工会 还有亚太的师生 也提出了一些 这个 希望能够去接管 学校董事会的 这个所谓的 临时性的编组的 这个董事的名单 那我们看到 工会的代表 或者是员工师生 老师的代表 也在这里头 就像黄老师提到 这其实是一个 相对之下 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 反转的 这样一个方式 但是 实际会怎么做 可能还要再更加的 这个所谓的 去 去盯住 特别是关心 因为 亚太之上 走到这个部分 除了所谓的解散之外 好 那假设真的要解散 那学生的权益 是不是应该要 好好的顾 是不是让他必须要 有完整的这个工作 这个所谓的 学习的这个历程 老师们的薪资等等 是不是应该要 该还的就该还 但是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不应该 轻易的就这样放弃 因为它是一个 教育的这个责任 是不是有可能 让亚太用 其他的这种 所谓的 在教育的 这个体制之下 能够承担 他本来就应该有的 这个驾驭的 甚至 在这个董事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 有所瑕疵 有没有所谓的 外界所传的 这个所谓的 掏空的问题 都应该要 一个一个的 好好的解释 一个一个 好好的谈清楚 以上就是 这个礼拜的 关键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